这个男人往腿上打了六针封闭 只是为了踢一场友谊赛 却也害了他提前退役 他叫菲尔琼斯 曾经效力英昌曼联队的后卫 封闭对球员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14年C罗为了代表扑塔提世界杯 不惜往腿上注射了封闭 结果却是 他的大力任意求从此告别江湖 菲尔琼斯遭遇了同样的悲剧 只不过废掉他的 不是别人 正是英格兰队的教练索斯盖特 一几年对任德国的友谊赛前 菲尔琼斯的身体状况本不允许出战 可索斯盖特却执意派他出场 为此他打了六针封闭 万万没想到 比赛只进行了几分钟 菲尔琼斯就旧伤复发 无法坚持比赛 而这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之后的菲尔琼斯开始不断受伤 甚至一度因伤一年没提比赛 19岁就为曼联视作未来后防核心的菲尔琼 年仅30岁就销声匿迹 那么关于菲尔琼斯 各位都有什么印象呢